十寸 在法化经上讲过 唯有一尘法 五二又五三 祝福出现在实现 教化众生 目的何在 就在这一句 佛教人 一定要帮助他 证得圆满 究竟的佛苦 这叫耶成 所以耶成是成佛 唯一的指导 智是达到极处 达到顶点 那么 在展开 无量法门 门门 都能帮助我们成佛 所以 门门都是知道 那么这么多的法门 都能帮助人 成佛 这个话 不是假话 可是这个里头 还有讲究 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是去记忆 你的根性 你的根性 与这个法门相应 你修学这个法门 很容易 很容易 你会得到成就 如果你不是这个根性 你学这个法门 你学这个法门 学得很辛苦 学得时间很长 得不到效果 多了 这个东西 就跟大夫治病一样 这个药 要对症 药到病处 病就治好了 如果这个药不对症 痴疗不淡 病不能好 可能还要加重 这种情形 在佛门的修学 也如是 因此 就像病人一样 我们要找到一个好医生 这个医生跟我有缘 教我的方法 能应病于药 我害的是什么病 他知道 他给我开房子 开厨房 不错 我依照他这个厨房吃药 病就好了 目的就达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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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